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对于归纳推理 演绎推理更具有确定性 演绎推理得出的观点是否成立 主要取决于前提是否真实 由于在实际的使用中 多数作者在进行演绎推理时很少会写出全部的前提 所以我们在评判演绎推理得到的观点时 要尤其注意 我们一定要补全作者所有的隐含前提或者假设 我们要问问自己 这些隐含的前提或者假设我们是否能够同意 我们要做的是评判别人的观点是否有道理 有多少道理 是否有数据的知识 数据实际上能够知识的结论是什么样的 其他人有没有不同的意见或者疑点 综合考虑各方的意见 最后我们才能得出我们自己的观点 对于文献中的观点 我们可以同意 也可以不同意 也可以部分同意 部分存疑 只要我们能够给出合适的理由 就可以在文献组织中利用一些文献来支持我们自己的论点 也可以通过否定或者补充一些文献中的观点 来突出我们自己的论点 可以说第一步的客观评价是对文献的信息问出why和how的问题 也就是说问问文献中别人的观点是因为什么 别人的观点是如何得出的 而第二步的主观选择则是进一步对文献的信息问出if的问题 也就是问问自己 如果把文献中的观点或者事实放在我的文章里 放在我的特定的研究环境里 他们是否仍然成定 他们是否能够服务于我的研究目标 如果用英文来总结 评判文献资料是否可信 就是要评判它的validity和reliability 而评判文献资料是否有用 就是要评判它的significance和relevance 在此之上 有时候我们还需要评判文献资料的strength和weakness 也就是评判它的优势劣势 或者它特有的贡献和局限性 另一点我想强调的是 批判性思维的核心不是消极的批评或质疑 而是积极的选择 它不是为了否定 而是为了建设 所谓的批判也绝不仅仅是批判别人 更重要的是也要包括批判和反思自己 在我们把从文献中得到的可信的新事实 或者是新观点和我们自己的现有的研究目标 或者数据相比对时 实际上也是把从文献中得到的新信息和我们既有的旧信息相比对 这时候 我们也需要常常问问自己 我们的既有观念 特别是我们观念中很多平时难以意识到的隐含假设 是否也需要做一些新的调整 我们要批判性的接受文献中别人的新观点 同时也要批判性的改造自己的旧观念 这才是我们做文献中述时应该具有的完整的批判性思维 在经过第一个层次的批判性思维之后 在第二个层次中 我们要用逻辑性思维 对文献中我们采信和采用的资料进行推理分析 来建立我们自己的观点 而在文献中述的写作中论证我们的论点时 要有说服力就一定要有清晰的逻辑 有说服力的逻辑推理大体上有三种方法 也就是归纳演绎和塑音 英文分别是inductive,detective和abductive reasoning 第一种方法是归纳 也就是inductive reasoning 它是通过对来自不同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总结 由各种程序推断出规律 那么说就是有点到现在的推理 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归纳 归纳最常见的方式有求同和求异念 用求同法可以通过找不同文献资料之间的共同点发现普通规律 用求异法可以通过比较不同文献资料之间的不同点 找出造成这种不同的关键因子 或者是某一变量的趋势走向 第二种方法是演绎 也就是inductive reasoning 它是把文献中以总结出的某种一般性的 和我们所面临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进行演绎分析 由一般到个别 简单的说就是由线到点的推理 我们所熟悉的由大前提和小前提得出结论的三段论的结构 就是一种演绎推理 第三种 素因推理 英文是abductive reasoning 它是从一堆看似杂浪武装的事实中获得洞见的过程 它比归纳和演绎更需要创造性思维 它类似于侦探的破案 素因推理是根据文献中已知的各种线索去排除各种可能性 从而最终推断出真相 在科学的前沿探索新知的过程中 文献中现有的证据往往是杂乱而不完整的 而素因推理就是要基于这些现有的证据的集合 推导出它们最合理的解释 素因推理要求研究者对于各种可能性有深刻的理解 因而它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推理方法 素因推理的结果一般是一个新的假说 往往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的验证 我们要在文献中式中建立自己的观点 另外一种简单的思考角度就是 我们要对来自不同文献中的资料进行比较和连接 建立起一个关系的网络 理清关系 抓住关键 从而得出我们自己独特的观点 我总结我们在文献中式中建立我们自己观点的基本思路 简单的说有两条 一是理清关系 二是抓住关键 我们在文献中式中最常得出的观点 往往要么是对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做一个复合现实的解读 要么是对事物的关键点在哪里 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所谓的理清关系就是要理清我们所研究的领域内 各种事物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我们常常说的逻辑性 本质上可以说就是对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有一个合乎概率 符合现实的解读 我们做科研写论文 本质上是要为人类创造新的知识 而科学是成体系的 科研的本质决定了科研的过程是一个协作的过程 一篇论文只有在了解了前人的相关研究 并且回应了前人的观点时才更有价值 我们的科研贡献要能够和现有的科学体系对接才是靠谱的 文献中式的作用 往往就是为我们自己从事进一步的科研做这样一个对接的工作 你严重的文献中数是专门为自己的论文做这样一个对接的工作 而独立成片的文献中数可以说是为同行同名于的所有的研究者们做这样一个对接的工作 在这里我用一棵大树来表示现有的科学体系 作为一个靠谱的科研人员 我们在做科研之前首先要定位 要在这棵大树中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 要找到人类知识的前沿 站在人类知识的前沿 为现有的知识体系做出新的贡献 我们的科研才更靠谱更有价值 世界上也有很多的民间科学家他们可能很聪明 但他们之所以不靠谱 是因为他们往往没有能够和现有的体系进行对接 为了和现有的体系进行对接 我们就需要了解现有的体系 需要通过文献中述来理清各种因果关系 这些因果关系可能强弱不同 有的是主要原因 有的是次要原因 有的可能体现了充分条件 有的可能体现了必要条件 有的是充分必要条件 可能有的是直接关系 有的是间接关系 理清了这些关系 我们才能够更清晰的了解到 我们的研究领域内哪些事情值得做 哪些事情可以做到有技术可行性 我们才能据此制定一个合理的研究目标 在文献中述中 光是理清关系还是不够的 我们还要能够抓住关键 这包括抓住关键关系 关键概念或者关键的变量 理清关系是为了让我们的科研能够嵌入现有的体系 而抓住关键是为了让我们的科研能够和现有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产生连接 我们的科研工作既要有相关性 又要有重要性 用英文来说就是既要有relevance 又要有significance 在文献搜索和文献阅读的过程中 抓住关键还体现在要抓住关键文章 关键作者或者关键刊物 通过对从事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的研究人员或者研究小组的认定 以及对这个领域尤其重要的特定的学术刊物的认定 去了解这些关键作者的相关研究 去了解他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和他们所使用的通行的术语 这些对我们写作我们自己的文献中数都会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当我们写作引言中的文献中数用于论证我们自己的研究目标时 我们要能够抓住并理解本研究领域内大家有共识的关键问题 或者共有的长远目标 这些关键问题或者长远目标往往能够在别人论文的引言中 或者别人所写的相关领域的文献中找到 多多的清读关键文献的引言部分 研究本领域或者相关领域专家的建议 对于我们写作自己的文献中数 制定自己的研究目标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下面我们具体来谈一谈如何通过对来自不同文献中的资料 进行比较和连接来理清关系 抓住关键 阿弥陀佛 这里正好是一个乱路 我们今天就开始 那把刚才我们听的自己一些部分能够读一读 好有没有哪位同学愿意拿麦呢 好我先来读一遍啊 先分享屏幕 昨天读到这里 我们今天借着往后来 读习 客观评价 简约的文献的资料的可信度 评判文献资料是否可信的客观标准 就是要基于事实和 就是要区分事实和观点 如果是观点 那么在我们要采信和采用它之前 我们就不仅要看这个观点的本身 还要看它的证据和逻辑推理过程 对于文献中的观点 我们一定要能够判断出作者 对它是否有符合逻辑的论证 最常见的逻辑推理 无外乎归纳和演义两种 我们要识别文献中的论证逻辑 是归纳还是演义 这时候要注意 演义推理得出的一般是 必然性的结论 而归纳推理 只可能得出可能性的结论 对于通过归纳推理得出的论点 我们最好对作者所使用的 证据的充分度有一定的了解 以此来决定其观点的可信度 相对于归纳推理 演义推理更具有确定性 演义推理得出的观点是否成立 主要取决于前提是否真实 由于在实际的使用中 多数作者在进行演义推理时 很少会写出全部的前提 所以我们在评判演义 推理得到的观点时 要尤其注意 我们一定要补全作者所有的隐含前提 或者假设 我们要问问自己 这些隐含的前提或者假设 我们是否能够同意 我们要做的是 评判别人的观点 是否有道理 有多少道理 是否有数据的支持 数据实际上能够支持的 结论是什么样的 其他人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或者疑点 综合考虑各方面意见 最后我们才能得出 我们自己的观点 对于文献中的观点 我们可以同意 也可以不同意 也可以部分同意 部分存疑 只要我们能够给出 合适的理由 就可以在文献中述中 利用一些文献 来支持我们自己的观点 也可以通过否定 或者补充一些文献中的观点 来突出我们自己的论点 二 主观选择 判断此文献资料 是否对我们的写作有用 可以说第一步的客观评价 是对文献的信息 问出无碍和好的问题 也就是问 也就是说 问文献中的别人的观点 是因为什么 别人的观点是如何得出的 而第二步的主观选择 则是进一步对文献的信息 问出if的问题 也就是问问自己 如果把文献中的观点 或者事实放在我的文章里 放在我的特定的研究环境里 他们是否仍然成立 他们是否能够服务于我的研究目标 如果用英文来总结呢 评判文献资料是否可信 就是要评判它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而评判文献资料是否有用 就是要评判它的意义和相关性 在此 纸商呢 有时候我们还需要评判文献资料的强度和弱点 也就是评判它的优势劣势 或者呢它持有的贡献和局限性 另一点我想强调的是 批判性思维的核心不是消极的批判或质疑 而是积极的选择 它不是为了否定 而是为了建设 所谓的批判呢 也绝不仅仅是批判别人 更重要的是也要包括批判和反思自己 在我们把从文献中得出的可信的新事实 或者是新观点 和我们自己的现有的研究目标 或者数据相比对时 实际上也是把从文献中得到的新信息 和我们既有的旧信息相比对 这时候我们也需要常常问问自己 我们的既有观念 特别是我们观点中 很多批识难以意识到的隐含假设 是否也需要做一些新的调整 我们要批判性的接受文献中别人的新观点 同时也要批判性的改造自己的旧观点 这才是我们做文献中述时 应该具有的完整的批判性思维 逻辑性思维 对文献资料进行推理分析 建立自己观点 在经过第一个层次的批判性思维之后 在第二个层次中 我们要用逻辑性思维 对文献中我们采性和采用的资料进行推理分析 来建立我们自己的观点 逻辑推理的三种方法 归纳演绎和俗音 而在文献中枢的写作中论证我们的观点时 要有说服力就一定要有清晰的逻辑 有说服力的逻辑推理大体上有三种方法 也就是归纳演绎和素音 那么他们的英文也是这三种 归纳演绎和素音 归纳是从个别到一般 有点到线 对不同文献的归纳总结 第一种方法是归纳 它是通过对来自不同文献中的资料 进行归纳总结 有个别的证据 推断出规律 简单的说就是有点到线的推理 人类几乎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归纳 归纳推理最常见的方式 由求同和求异两种 用求同法可以通过找不同尾线资料之间的共同点 发现普通规律 用求异法可以通过比较不同尾线资料之间的不同点 造成这种不同的关键因子 或者是某一变量的趋势走向 第二种方法是演绎 也就是它把文献中以总结出的 某种一般性的规律 和我们所面临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进行演绎分析 由一般到个别 简单的说就是有线到别人的推理 我们所熟悉的有大前提和小前提 得出解论的三段式的论证结构 就是一种演绎推理 第三种素因推理 它是从一堆看似杂乱无章的事实中 获得洞见的过程 它比归纳和演绎更需要创造性思维 它类似于侦探的破案 所以推理是根据文献中已知的各种线索 去排除各种可能性 从而最终推断出真相 在科学的前沿探索 心智的过程中 文献中现有的证据 往往是杂乱而不完整的 而素因推理呢 就是要基于这些现有的论据的集合 推导出它们最合理的解释 素因推理要求研究者 对于各种可能性有深刻的理解 因而它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推理方法 所以推理的结果一般是一个新的小说 往往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的验证 建立观点的基本思路 理清关系和抓住关键 我们要在文献基础中 建立自己的观点 另外一种简单的思考角度 就是我们要对来自不同文献中的资料 进行比较和联机 建立起一个关系的网络 理清关系抓住关键 从而得出我们自己的独特观点 我总结我们在文献中述中 建立我们自己观点的基本思路 简单的说有两条 一是理清关系 二是抓住关键 我们在文献中述中 最常得出的观点 往往要么是对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做一个符合现实的解读 要么是对事物的关键点在哪里 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好阿弥陀佛 有没有哪位师父或同就 愿意拿来 好空请尽规的小镇师傅 谢谢你师傅的精彩读宋 请你帮我分享一下屏幕可以吗 好谢谢 请益师傅帮我分享一下屏幕 拉到上面去 现在可以吗 可以啊 现在还是在在这个地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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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对就是我这个 理清事物和变量的因果关系 从这里开始现在是 好的谢谢 嗯 理清事物和变量的因果关系 所有的理清关系 就是要理清我们所研究的 领域内各种事物 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我们常常说的逻辑性 本质上可以说就是对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有一个合乎概率符合现实的解读 我们做科研写论文 本质上是要为人类创造新的知识 而科学是成体系的科研的本质 决定了科研的过程是一个协作的过程 一篇论文只有在了解了前人的相关研究 并且回应了前人的观点时才更有价值 我们的科学贡献要能够和现有的科学体系对接 才是靠谱的 而文献综数的作用呢 往往就是为我们自己从事进一步的科研做这样一个对接的工作 一言中的文献综数是专门对自己的论文做这样一个对接的工作 而独立成篇的文献综数 可以说是为同行同领域的所有的研究者们做这样一个对接的工作 在这里我用一棵大树来表示现有的科学体系 做一个靠谱的科研人员 我们在做科研之前首先要定位 要在这棵大树中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 要找到人类知识的前沿 站在人类知识的前沿 为现有的知识体系做出新的贡献 我们的科研才更靠谱更有价值 世界上也有很多的民间科学家 他们可能很聪明 但他们之所以不靠谱 是因为他们往往没有能够和现有的体系进行对接 为了和现有的体系进行对接 我们就需要了解现有的体系 需要通过文献综数来理清各种因果关系 这些因果关系可能强弱不同 有的是主要原因 有的是次要原因 有的可能体现了充分条件 有的可能体现了必要条件 有的是充分必要条件 可能有的是直接关系 有的是间接关系 理清了这些关系 我们才能够更清晰的了解到 我们的研究领域内 哪些事情值得做 哪些事情可以做到 有技术可行性 我们才能据此制定一个合理的研究目标 在文献综数中 光是理清关系还是不够的 我们还要能够抓住关键 这包括抓住关键关系 关键概念或者关键的变量 理清关系是为了让我们的科研 能够嵌入现有的体系 而抓住关键是为了让我们的科研 能够和现有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产生连接 我们的科研工作既要有相关性 又要有重要性 用英文来说就是 既要有revalence 又要有signifference 相关性和重要性 在文献搜索和文献阅读的过程中 抓住关键还体现在要抓住关键文章 关键作者或者关键刊物 通过对从事相关研究领域的 重要的研究人员或者研究小组的认定 以及对这个领域尤其重要的 特定的学术刊物的认定 去了解这些关键作者的相关研究 去了解他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和他们所使用的通行的术语 这些对我们写作我们自己的文献综数 都会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当我们写作引言中的文献综数 用于论证我们自己的研究目标时 我们要能够抓住并理解 本领域本研究领域内 大家有共识的关键问题 或者共有的长远目标 这些关键问题或者长远目标 往往能够在别人论文的引言中 或者别人所写的相关领域的文献综数中 找到 多多的经读关键文献的引言部分 研究本领域或者相关领域专家的建议 对于我们写作自己的文献综数 制定自己的研究目标 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文献的比较和连接 来理清关系 抓住关键 下面我们具体来谈一谈 如何通过 对来自不同文献中的资料 进行比较和连接 来理清关系 抓住关键 一 连接文献 推出新的因果关系 首先我们可以对来自不同文件中的资料 进行连接 来推出新的因果关系 这里的连接可以是并联 也可以是串联 归纳和素因 这两种推理 实际上都可以归类为 对类似关系的并联 比如 某一文献指出 A和B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 另一文献指出 A2和B2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 而我们把这两组关系并联 就可能提炼出两个概念 A和B之间的新的关系 这是归纳的逻辑 又比如从不同的文献中 我们得知 发生B这个事件的原因 可能有A1 A2和A3 三种情况 而在我们的研究环境下 A1和A2都不太可能 那么通过并联这些证据 我们就可以推论出 只是发生B这个事件的原因 很有可能是A3 这是素因的逻辑 而演绎的逻辑呢 可以体现为 关系之间或者是 关系和点的串联 比如某一文献指出 A和B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 另一文献指出 B和C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 那么将这两段关系 串联起来 我们就能够得出 从A到B 再到C的整段关系的全貌 通过精心的串联 我们甚至可以建立起一个 关系的网络 又比如文献指出 A和B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 而利用线中 存在A1这样一个实际情况 那么把A和B之间的关系 和A1的情况点串起来 我们也许就可以得到A1和B 之间的新关系 这是典型的演绎推理的逻辑 谢谢 现在12点49了 下面 不知道长不长 我长的话就读到这里 读完 因为这个录音 视频还是十几分钟 留在明天吧 好 谢谢您 好 我们今天呢 就预习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 尊贵师傅和同学们的陪伴 好 谢谢大家 我就先放斑了 祝大家学习愉快 觉悟连连 早日想过成道啊 好 感谢你们